同行业第一 后来又较早地实行了股份制改造 募到了6亿多元的资金用于生产 按理说 在此基础上 企业盈利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家企业已亏损三个多亿 那么亏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在昌岗内部 我想来讲的是五六不畅 都积占一块 大量的代制品 这个成品港材 到亚特库里的港材 积聚上升 村货资金高达13个亿 村货资金的周转天数 达到了336天 是通行业的300多 特别是费力冈生产的盘亏 达4万余顿 损失达5千万元 另外来讲 低价销售 损失了 我们不是靠 改善服务提高质量 通过降低成本和降低价格 而是一味的就降低 这个港材的售价 除了上述问题 其还有几亿元的外倩资金 没能收回 那么不收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计划经济转于市场经济的时候 国家也有新的规定 就是说 可要坚持 不给钱 不发货 这三令五省 不给钱 不发货 当时来讲 由于我们的观念 没有转过来 都考虑到 多年的合作关系 多年的朋友 加在一起 就有至少有 唯一的资金沉淀了 就在长钢资金紧张之际 企业的某些领导 不是努力盘活现有资产 反而把主要精力 用于铺新摊子 上一个50亿元的新项目上 新区建设后 是连长50万的钢 它是相当于 重新建一个长钢 重建一个长钢 除了部分设备 要由国外提供贴息贷款之外 大部分资金 只能靠企业向银行借 由于没有配套资金 长钢花巨款买来的进口设备 只能堆在路线 到目前为止 仅此一项长钢已经花费了 5亿多元 而一年的利息 又要多付出上千万 与此同时 另一条已经花了 4亿多元建成的钢管生产线 虽然有市场 却因为没钱买原料 而等你下锅 利产量和咱们设计能力 这个差距是多少呢 现在实际生产能力 只是设计能力的10%左右 由于开工不足 这条生产线建成之日 就是亏损之时 与长光情况相似 另一家企业穿烟化的亏损 尽管有生产计划减少 赋予人员多等原因 但最主要的 还是由于企业内部 决策失误所致 穿烟化的亏损 主要是由于没有 及时围绕主营生产 调整产品结构 而是跟风去炒房地产 和上自己不熟悉的项目 我去的投资当中 有某一些事务 有一部分事务 事务炒整都一部分 这个无辜来的资金基养 比如说我们房地产 基养到三千万 我们在这个 对外投资的中外 合资期的当中 投资都接近四千万 但是没有的小益 投资管理上的问题 使得九四年 还盈利几千万的穿严化 背上了亏损的包袱 其中的教训令人深思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不适应 由这个计划经济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就是还是老的观念 老的办法来搞起 所以这样呢 就是造成这个 这个决策事务 重大事务 重大事务呢 这个资金负债率很高 是吧 这样呢 是使企业的这个 它陷入决定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放松管理 就是这个管理啊 比较很混乱 既有企业亏损问题 我们采访了 国家经贸委 有关负责同志 今天呢 我们专门请来了 国家经贸委 纽亏增英办公室的 欧欣钱 给大家一起来 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那么除了我们 刚才看到这个个例的话 从总的来看 造成这种 国有企业亏损的 这种外部的原因 有哪一些呢 从外部环境来看呢 我们觉得这个 第一 在队服方面 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客场作战的八一队呢 今天穿了一身 蓝色的运服 运动服 蓝色的运动广裤 而广州太阳神队呢 今天是一身白衣 真的像这种外银ossa 有哪一队员